老美这次真的惊呆了 就连一向傲慢的拜登 在登机前兜下的颤颤巍巍 接连几次差点摔倒 让他万万没想到一向和善的中国 居然重拳出击 公开点名美国 让他彻底傻眼 向来中立隐忍的中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直接向菲律宾发起围攻 还直言不讳地严厉警告美国 当老美白宫听闻此消息 也是赶忙站出来回应 美国表示现在只是想与中国展开全方位的竞争 并不希望双边关系走向严峻化 那你认为中国会相信吗 难道这不会是他们的缓兵之计呢 面对老美在各个方向使出的小伎俩 试图打造小国成为战争代理人模式的老美 中国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直接应对老美强势态度就是中国最好的权势 那么中国做好了哪些准备 来化解老美的制衡和打压呢 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前段时期的两会 就中美的未来关系发展和美国想要打压中国发展的小九九 外交部长秦刚在采访中 向美国发出严重的警告 当天秦刚就美国炒作的气球世界 中美竞争和合作 台湾问题等涉及两国的根本性的利益问题 先后18次点名和警告美国 在公开的采访中 秦刚外长表示 美国想要中国老老实实的对其听之认知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特别是在台湾等关乎和涉及领土 以及主权的关键问题上 美国可以完全放弃触碰中国捍卫领土利益决心的想法 两岸的统一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性利益 任何国家都没有资格在这个问题上指手画脚 否则必然付出的是惨痛的代价 大家都清楚的是拜登的政府班子上台之后 美国在国家事务和交往上 多次表现出所谓的强硬 即只想和中国对抗 完全无视只有合作才是双方根本性利益的客观事实 特别是美国在嘴巴上表现的比较动听 想要和中国竞争合作 但是不想冲突 但是实际上 美国的狼子野心简直是昭然若揭 典型的表现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屡次挑衅中国 比如佩洛西来到台湾 还有就是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打压中国 具体表现为所谓制裁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对此秦刚在公开的采访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国家交往和定位存在极大的错误 把中国变成最大的竞争对手 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做法 秦刚表示 自己理解美国存在让自己国家变得再次富强的想法 但是这种想法和具体的所作所为 不是建立在打压别的国家发展 和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国家事务上面 美国的打压注定是一种失败的过程和行为 也阻止不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对于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 秦刚也再次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也是中国的最核心利益 也是中美建立关系的根本性基础 台湾问题是中国和美国保持继续交往的红线 在相关的问题上 美国简直是一错再错 他强调 相关问题的出现 也是美国一手导致的结果 在大是大非面前 台独的小丑跳梁和稳定水火不容 而正是因为台独势力的介入和美国的影响 台湾和平稳定存在动摇 一个中国的事实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中美三个联合公告也是板上钉钉 不容修改和质疑 台湾的问题处理的态度和方向 关乎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和局势 此外美国客观存在的霸权主义和思维 也是中国坚决反对的方向 中国有决心 也要有能力捍卫中国的发展和国家安全 秦刚表示 美国方面对华的政策虚伪 把所谓的竞争说的冠冕堂皇 实际上采取的是全面遏制和打压 秦刚外长表示 如果美国不改变相关的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 将会沿着错误的道路一错再错下去 再多的护栏都阻挡不了脱轨翻车 中美最后必将陷入冲突对抗 而在持续紧张的中美关系上 秦刚的这番话可谓是铿锵有力 有理有结 很快这番话也传遍了全世界 中国方面的强硬态度和言论 也让美国不得不赶紧 继而作出反应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 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火速相继做出涉化表态 美国方面表示 无意寻求和中国的对抗和发生冲突 在相关的白宫记者会上 美国表示美国寻求的是竞争 但是美国方面的言论还是十分的耐人寻味 白宫表示 自己寻求的竞争是最后赢得竞争 也是未来很长时间的指导方向 对于台湾方面的问题 美方表示美方一贯尊重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不会希望台湾和中国的现状产生变化 并且美国方面还表示 美国愿意通过进一步的对话和沟通的方式 和中国建立有底线的联系 进一步的把竞争当中的有关冲突的风险给压缩掉 虽然美国的口风如此 但是变脸的程度让中国肯定不能过多的相信美国 在这个月的月初美国方面就表示必须捍卫美国的利益 特别是印太地区 拜登政府会选择更多的办法和优势来和中国展开竞争 观其言查其性 美国的根本性对于中国的打压和围堵 压根不会因为发布会上的三言两语发生改变 美国对于中国的定位和政策存在两面三刀 三言两语的多变性 一方面美国希望加强所谓的合作 但是其合作的利益和出发点却是不平等 采其他国家一脚的霸权思维 而另外的捅刀子霸权思维 在过去行不通 在未来也不会有好的变化 美方必须认清客观事实 在对华的定位和政策选择制定上 采取健康理性的唯物定位 而对于中国方面来说 无论美国的花言巧语是怎么变化 必死死盯紧美国手头上的小动作 如果美国继续执迷不悟 在对华政策和思维上 保持一贯顽固的错误选择和方向 那么中国也必须拿出自己的一切手段 坚决捍卫保护自身存在的国家主权 和自我的发展利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等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你认为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反制呢 但是我们下期再见